做红烧肉时直接下锅炖就是大错 今天教你一个诀窍 做出来的红烧肉不但肥又不腻 瘦又不柴 而且好看又好吃 特别的下饭 学会了全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 把五花肉切成小块 然后再准备一盆清水 往里面加入半勺食盐 搅匀化开 接着把五花肉泡淡眼水里浸泡10分钟 泡过淡眼水的五花肉会变得更软 口感会更好 我们看一下泡出了很多的脏东西 接着把五花肉冷水下锅焯水 加入葱姜和料酒 每天都在废禽旺时偶心力学的焦做菜 能给个小红杏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很多朋友在焯水的时候都是水开了再下锅 如果水开下锅的话 血水碰到热水就会凝固 里面的血沫就煮不出来了 这样炖出来的五花肉就会非常的腥 我们看一下煮出了很多的血沫 用勺子撇出去 焯水后捞出冲洗干净 接着起锅不烧油放入五花肉 把五花肉煸炒出油 这是红烧肉肥又不腻的关键 然后把五花肉放入砂锅 接着放入葱姜和干辣椒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红烧料 做红烧肉红烧排骨红烧猪蹄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 再加入半碗啤酒去形增香软滑肉质 加入适量的开水没过五花肉 盖盖小火焖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大家看一下 哇真的太香了 再撒上一点葱花和白芝麻 香喷喷的红烧肉就做好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 真的太香了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